歡迎收看花牌之味, 勝財出街 有我Winzy, 蘇瑩姬一起帶大家 去花掘用卡尼春淡奶 所煮出來的珍珍珠牌的著名餐館 這個就是獨一無二的青葉咖喱 真的很好吃, 而且很滑的青葉咖喱 你如何炮製這個獨一無二的青葉咖喱呢 我用卡尼春淡奶來做 因為我覺得它顏色又漂亮 味道又好, 又夠滑, 別那麼膩 所以不一樣的 卡尼春淡奶用卡尼春淡奶 對… 真是天衣無縫 很燙, 再吃一口吧 今天我要教大家做一個 非一般的香手雞粒 方法很簡單 把雞放進我們的膠袋裡 加入200毫升的水、鹽 小去的胡椒粉 如果要令你的雞肉變得更軟滑 更加多汁, 記住… 一定要加入這個卡尼春淡奶 大約是四分之一罐左右 把醃好的雞肉放在冰箱裡 24小說過後, 大家看到了 是不是水水呢? 所以現在我們先清乾雞粒 然後把雞粒放進炸雞粉 現在可以把雞粒放進炸雞粒 炸5至7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香噴噴的香素雞粒已經好了 大家不妨在家裡自己試試吧